這個落差很大,找多找小櫃的事件 我們多等一兩分鐘 好的 到同袋有21個同學在這裡 等一分鐘 暗室給你們看,現在是這個太複雜 進去 學生 學生 好,我似乎差不多了 OK 我準備好了 我們今天的講者是王家榮 是我以前一個學生 他畢業於2010年 他的發展非常轉型 他後期以現在的影像作為他的創作 以及是他的生存職業 我們會給他講講 他由畢業開始 到現在的整個 career path 發展 同學之間有什麼要問 可以記錄下 我相信是很豐富的資料 你們可以接下來的表演 完成後 你們要踴躍發文 好,王家榮 好,各位大家好 我是王家榮 英文名是Wayne 我2010年畢業 今天就帶給大家的分享 我要 要先打開頭盔 因為我看到之前的宣傳 他只要我一個拍攝 我是拍攝 但是 我知道毛毛今天就不只是想我講 只是關於攝影、怎樣玩 等等 我會講多些些 其他的東西 待會我們會再發展 就算我去講 關於怎樣用攝影作為職業 我也再帶頭盔 就是 其實你以攝影作為一個賺錢賺食的職業 跟你說 都有太多的範疇 很多不同的行業 是很不同的生態 收入 你需要的器材、技術等等 例如你拍攝時裝 你拍人像 和拍產品 甚至是什麼產品 是食物、忠敬、珠寶 還是你做記者 都是攝影的工作 但是他們的生態、要求 各樣東西都很不同 我只講關於我接觸的一部分 最後會帶回一些很張握 怎樣用攝影器材 攝影作為媒介創作 或者作為一個賺食職業 一些很普遍的 最初會遇到的問題 我也會講一講的 當然我們畢業生 也有其他很出色的攝影師 他們在不同方向上 我們理解的話 就可以開始了 回到我畢業的時間 我想多說一些 關於剛剛畢業 去到選擇工作 或者攝影上一些的經歷 我未必會講很多 攝影技術上 或者工作流程上的事情 當然大家都可以問的 我們之後有時間的話 我會比較講關於一個 選擇一個兩難的狀態 在一個什麼狀態呢 我們回到2010年 我剛剛畢業的時間 這一位是我 是不是看到一個貓士在那裡 看到 抓住 是我 我相信大家 現在的學生 或者我們那一代也好 剛剛畢業的時候 有些同學很快會覺得 我未必會選擇繼續創作 我會有其他的發展 沒問題 我相信有很多的同學都會覺得 我讀完一個藝術的 開始了 我會不會繼續創作呢 當然很多都會的 但是 如果你能夠以創作為一個 全職的事業 又可以滿足你自己 又可以賺到錢 全職這樣的生活 當然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但是 現實上很多人都未必做到這件事 所以就會做一個 寫入一個狀態去選擇 我既要想繼續創作 但是 我亦都要賺錢去維持我一般的生活 甚至我創作需要一些資源 我很理想的是 我要透過我的工作 找到錢去支持我的創作 供餘的時間 我怎樣繼續去創作呢 在十年前 slash這個字 還未在香港流行 甚至未有這個概念 我或者其他同學 其實都開始進入了這個狀態 我既要上畢業 我既要上畢業之後創作 亦都要以工作為生 一個多重身份的狀態 在我的情況 我去怎樣選擇呢 在選擇之前 我再講多幾句 關於十年前這個時刻 社會的狀態是怎樣 這個時刻是社會的低潮 低到怎樣呢 大學畢業心基本上是很難找到工作 政府要逼迫出一個計劃 政府出4,000元 然後企業出4,000元 加上用8,000元去請大學畢業生 叫做一年的實習 強行消化了這班大學畢業生 所以在就業狀態上是一個很差的狀態 在這個狀態之後 很不知為何得到朋友的介紹呢 我做了Painter 是一個什麼Painter 是不是畫畫全職去做收入的來源呢 不是的 我做了一個叫Film Painter的工作 畫面上這個是我 Film Painter是一個什麼工種呢 其實就是在一些主題公園裡面 去圍著它的設計氣氛 去做一些碑畫或者美術的工作 雕塑畫等等 那我們可以很快看看這個工作是什麼 一個藝術畢業生第一份工作是去了 海洋公園在一些高空的棚架機器上面 做一些所謂的美術創作 其實我覺得要求很低 這個是其中一部分的工作狀態 我去做了一些這樣的工作 好像很關心 還不是美術藝術的工作 其實也老實說 當時只不過是一個地盤工人 我的工種是油漆工人 只不過我做的東西 是一個美術的成分 要求稍微高一點 比起平徒一些顏色的角色 那我為什麼會選擇這份工作呢 老實說 我想在各個時間找一個比較多的錢 在大學畢業生用8000元才做到實習的時候 這個工作沒有什麼要求 但是可以帶給我至少兩萬多元的月薪 在當時來說算是很不錯的工作 其實同一時間我在這個工作之外 我作為藝術畢業生 叫做有少許獎項 有些作品有人欣賞的時候 我在畢業的 我一開始 會有不同的展示的機會 會賣到我一些 commission的創作 一些畫面 也有一些機構 或者是英國文化協會 會找我作為一個藝術 去到一些中學 去教一些我們定的工作 你想帶一些什麼藝術去中學 在這大半年的狀態 我就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生活 既有些創作和展示 也做一個地盤的工人 亦都作為一個藝術去中學 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大半年後 海洋公園這個工程完了 而我也不打算繼續去其他地方 做同樣的工作 又叫做儲了錢 那我又要做決定了 在我的未來要做什麼工作 那我就做了一個決定 就亦都不是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那我就和另一個AVA的同學 張天佑 就去了一次的長途旅行 那旅行是由北京開始 坐七日西伯利亞鐵路 最長的 世界上最長的鐵路 去到莫斯坡 然後 由莫斯坡開始 就 就 就開始踩單車 去到意大利的羅馬 維持 維期大概 三個多月 四千多公里 這個旅程 很長 見到很多事情 認識到很多人 時間關係 就是我不在這裡詳細說這個旅程的種種 那你問我 為什麼你不原業 打了一輪功 又會 無緣無故 走去一個這樣的旅程 我現在想起 其實也不知為什麼 大家 可能很常說 去畢業旅行去哪裡玩 那我和張天佑 無緣無故 不知為什麼 就會想起一個 這樣的旅程 然後很快去買了一輛單車 然後就 配搭了旅行 就去了 沒有很詳細的計劃 你說 有什麼得著呢 有很多很軟的得著 是影響我日後的一些看法 但也 我不會說 你做了一些這樣的事情 就會叮一聲 整個人不同了 其實不會這樣的 其中一個我認為 認為對我的影響 包括再上大半年的地盤工作 我認為我對於怎樣 捱苦、黑苦 或者解決困難 甚至叫做一些危機 叫做是有少許經驗 去帶給我一個解難的能力 或者捱苦的感覺 經歷 當然其他旅程的種類 都有很多 但未必是今天去分享 好 旅行又去完了 錢又少了 回到來 總要面對那個的抉擇 你會不會想繼續創作 創不創作 你總要找一份工作 去支持你的生活 那我就做了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 令到很多人都很驚訝 包括毛毛 我的同學 甚至我的家人 為什麼這麼驚訝呢 大家看看我讀書時期的形象 或者 起碼外表是怎樣 這個 蹲屎紙巾 這個是我 那 那 這張照片 中間這張 跳下來的照片 也不是一個特別的創作 是當時我們同學之間 一個校園的日常 我是因為一些很無聊的原因 在上面跳下來 然後有人拍了這張照片 那 大家可以 如果以貌取人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人 會是一個什麼的人呢 我會自己覺得 起碼我不是一個很守規矩 很乖的學生 不是一個 願意守規矩的人 但是我就做了一個 都幾傻的決定 就是我用了五年的時間 去中學裡面 做全職的教育工作 最初是做一個TA工作 人工又低 工作又多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動機呢 那也是一個很傻的想法 回到之前 原來我 看到 我自己中學讀書所學的所謂藝術 美術 只不過是一些素描 很舊的平衍設計 最多再給一些什麼 達利、梵高等的畫作來看 沒有了 我是學著這些東西 走入AVA 然後擴闊了很多的顏界 那去到我 對上 作為一個藝術去中學 做一些短期的畫作 我也會發現 這個落差依然都是很巨大的 我就有一個想法 我未必改變到很多的東西 但起碼在我的工作範圍 我的一班學生 我可以帶到多少少不同的藝術 可以引發他們更多的思考 抱著這樣的想法 我就進入了中學教育 我也補多一句 我不是說 當代藝術或者新的媒體 就一定是 好過舊的媒體 純粹創作技術上的東西 我不是這樣易分這件事 而是我的認為 大學也好 中學也好 你作為一個學習階段 是絕對不能夠這麼片面 學得這麼皮毛 回到我 去到中學環境裡面 發生了很多事 但是我也不會詳細說 在今天這個講題裡面 那麼 我認為我自己做得也不錯 我也付出了很多 在目標上 我不是訓練那些藝術 不是訓練那些學生 讀完中學 或者讀完大學 他就會變成一個 很發展的藝術 當然不是這個目的 而我覺得 藝術作為一個媒體 是 起碼可以幫到他表達 作為一種語言 可以幫到他表達他的生活 或者情感上所說的東西 亦都訓練到他不同的解難能力 他的思維 他 創作出來的作品 未必需要很完整 很成立 但是我覺得在過程裡面 我是幫到同學 去疏理他的情緒 去表達他的感受 學到某些技能 無論是藝術上 或者是藝術以外的解難等等 但是呢 到了這五年裡面 我再花了時間 讀了PGDE 叫做一個正式的教師 在15、16年的時候 我發現 有些問題產生了 我是需要離開的 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工作 是太過消費了我 Consume 了我裡面的一些東西 它消費了我裡面的性格 我的想法 我太過慣於用中學生的角度 幫他們想法 怎樣幫到中學生 認識體術 去看待我接收的一切的資訊 藝術也好 我看作品看展覽 會覺得這件作品可以幫到某個同學 他可以看 我去幫他紀錄 我整個人的思維被這些東西打佔了 我發現我再很難創作 我創作的時候 我很難判斷這件事 我沒有用了他們的思維 去下跌了一些作品 我發覺我慢慢消失了判斷的想法 而作為 你說一個創作者 我覺得一個性格 你的看法 你的個性是很重要的 而這個教育環境也慢慢消耗了我的個性 裡面有很多合理 加上不合理的規矩 去顧及學生的安全 你的安全 你的操守 教育的道德等等 這件事是令我慢慢消失的 我的個性 所以我發覺我要離開這個環境 在教育的這幾年裡面 我得到什麼呢? 其中一件事得到 就是越來越多的頭盔 我考慮的東西 越來越多 我擔心的東西 越來越多 我覺得在創作上 不是一個有利的地方 所以我就離開這個工作環境 我就成為了一個 叫做全職的飾影師 亦都說回 正如我開始所說 攝影的範疇很多 我就 以攝影作為一個 收入的來源 我就 focus在某一些範圍 例如一些叫做documentary 這個documentary 就不是一些紀錄片 很深入的探訪 像記者那樣的紀實 其實 很功能性的 我會說 是幫一些art show art work event 音樂 演唱會等等 去紀錄那些人 或者事情 很快去看一看 例如這個 都合作了一段時間的藝術空間 我會幫他們拍一些 show的環境 artist做過的事情 或者opening 很熱鬧 有些什麼人出現過 大概是這樣的狀態 我不詳細看 因為其實我覺得有點悶 另外 我亦都會做一些 都是賺錢的所謂攝影的工作 例如是一些 食物 食物 我們都不詳細看 食物 一些產品 這些產品 這個公司是Gib 我們都不詳細看 例如我給大家看更滿的東西 一些金屬表面的物件 要拍攝其實也很花時間 但實在 不需要有 什麼你的想法 在一邊 作為攝影師 的想法 是可以去到很低的 你只需要 在技術上 畫面上處理了 就叫做交到課 收到錢 可以滿足到我的客人 可以滿足到我的客人 舊的產品 因為它太小了 就算我收到光圈 我想拍得清晰一點 收到光圈很小 其實它也不會清晰的 可以拍十幾張照片 拍不同的位置 才可以砌到一張 完整整個清晰的畫面 而反光圍也是要重新去畫過的 在這幾年 在那幾年 就處理了很多 Event Art Space Art Work 拍Art Work 不是我創作Art Work 的工作 我很快就會發現 有另一個問題產生 當中我也有保持一些 其他的創作 但是我發覺 都越來越難 跟我在教育中 遇到的問題一樣 我太過慣於我拿起相機 為我的客人服務 去拍攝他們想要的畫面 即使我拿相機拍攝 我也是放下了自己 我也是沒有了自己 我發覺我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就不是放下攝影 今次我是要找其他方法來解決 我們在看我找什麼方法解決之前 我想帶幾個 條例給大家看 攝影眼 特別是香港上幾代的攝影師 會常常提到 訓練你的攝影眼 我會怎麼理解呢 低層次一點就是 你拿起相機 你會走去什麼位置 用什麼鏡頭 用什麼焦距 其實在你拍攝之前 你大概已經心中有數 用什麼方法去拍攝 高層次一點就是 你怎樣處理畫面 或者怎樣表達你要表達的東西 但是我很少用這個方法去看 但我很少用這個方法去看 我比較 比方 比方 另一個攝影師 Martin 所說的 攝影是深的鏡子 其實攝影 是可以反映到 你個人是怎樣 你的性格是怎樣 攝影以外 其實你的創作 或者你平時怎樣做人 所做的一切 都可以反映你的內心 你的經歷 我要拼一回 所謂我自己的個性是怎樣 我要問回自己 我覺得這個過程 好像漫畫的Hunter裡面 一個儀式 叫做水見色 在漫畫裡面就是 聚精會神對著一杯水 進入一個類似冥想的狀態 可以這樣說 那些水 和上面的樹葉 其實就會發生不同的變化 可能會多了水 可能水變了顏色 或者化葉枯萎了等等 其實是反映了 你那個人的內心的狀態 我認為攝影也好 你的創作也好 其實都類似一個這樣的狀態 它是一塊鏡 或者它就是這一杯水 去反映你的想法 你的性格 就是這樣 在賺食上 我要如何慢慢 不完全放下我自己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我要接不同的工作 不要只拍一些死物 拍一些 去滿足我的客人 我要拍一些 可能是人材 或者是 Book Cover 可以對人 或者我可以參與到的 例如我們看到這裡有些書的封面 有多幾本 其實都是來自一間公司的 你快點選擇了 有時間我們可以回頭 再講一些 前期準備工作 或者工作流程上的事情 不過我們很快看過去 當我開始拍這些 人像 Book Cover 的時候 其實會多了很多 其他合作的角色 例如 Art Director Designer Hair Make Up 他如何幫他做造型 服裝等等 他都是跟我一起去建構這個畫面 這個不算是一些很個人的創作 但我們如何做這個畫面 是一個集體我們要聽的事情 甚至是被拍者如何跟老闆客人去交易 等等 這個都會是 慢慢將你作為攝影師 那個 那個看法 叫做比起之前去提清一點 這個是今屆主展剛剛所拍的 其實拍攝這些照片 會有其他問題產生的 就是看這個 我們要怎麼準備 我們一會兒 如果有時間會回頭再講 除了 Book Cover 外 還有其他的宣傳 Art Show 或者是 其他客人想做的事情 我們都不詳細花時間去看這個 在賺錢的攝影工作 我做了一點點的電話 在 Artwork 的創作 我又要做些什麼呢 在這個時刻 我就 報了一個攝影班 我發覺原來很幫到我的 攝影班坊間有很多 絕大部分 都是一些很技術 隔離點打燈 隔離點影某些的 這些 大家都可以去學 但是我覺得最幫到我不是這些 是近時一個大學的狀態 有一些 就是 Tutor 如何引導我們 看不同的東西 我就報了一個 坊間的 NGO的 攝影班 他找到的攝影師 很厲害 有蕭惠恒 一個 接近我們 當代攝影 即是接近我想做的 攝影師 蕭惠恒 當代攝影 的範疇 有很資深 在媒體工作的 高級的記者 有 執照的師傅 有不同範疇的攝影師 都在裡面 在一個很短半年裡面的課程 我發覺他可以幫我 拿回 所謂攝影 或者創作的觸覺 或者起碼我的 一些看法 原來可以透過這樣去幫我 這些 一些 課程的課堂練習 例如 有一段時間 每天花一個多鐘 去上班下班 我去看回這段的日子 原來我 觀察回 坐長途巴士 上面 為了不浪費時間而 閉目養神 但其實又得不到充分休息的人 我以前作為其中一份子 我用攝影的方法去記錄 這一批 我叫通行者的人 也很快有些交換 大家不知道認不認得他們是甚麼人 我相信沒有知名度 就比較低 我特意選一些 知名度低的政客 可能是區議員 或者叫做年輕一輩的政客 他想保護這班人 就算你自己有很強烈的立場 其實當你看著一些 這樣的人像 特別是知名度低的人 你會覺得這些人像 會突然陌生了 他給你形象都是 很視正 很年輕有為 很有活力等等 去營造一個這樣的畫面 我們來看多一點 我們來看多一點 這些人像 當你抽離了 不認識他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 你判斷不到 你判斷不到他做了些甚麼 他的立場 還是怎樣 我其實是來自一些生活的感覺 我樓下的區議員 她當年是建制 在我創作的時候 說錯話 我當年的區議員 是建制的一個女人 她經常會掛一些Banner 在我生活的環境 我有相應的立場 我會覺得這些人像 對於我來說是很面目可憎的 但是我嘗試 抽離一下 再去面對 看這些人像 我就用了一個 微距攝影的方法 我將這些人像 用微距攝影的方法 我用微距攝影的方法 我用微距鏡 對著螢幕去拍攝 其實我會異化去抽離這些人像 她遠看是這樣的 但其實她近看 只不過是一些 顯色的 液晶體 其實是近乎 那種認到 認不到 有意思沒有意思 你怎樣判斷這些 這些 以至到你覺得她是一個人 她是一個什麼人 的狀態 這個是一個 當時的Cross West 慢慢我覺得 我提起一種 所謂的觸覺 去發展到 另一套的 作品 我用剛剛的方法 我用微距攝影的方法 去拍攝一些 Propaganda 政府怎樣去宣傳 一個叫大灣區的概念 找了一些明星 拍了一些很美好的風景 一些很美好的事物 我用剛剛的方法去抽離異化了她 等大家 等讀者去看回 這個 Propaganda 其實是什麼呢 這個系列的作品 幫我贏了一個 WNA Open的獎項 一個本地 本地的攝影獎項 去關注一些 本地議題 以及是偏向當代攝影 幾十攝影的面向 不會是一些很技術性 很漂亮 拍風景 那類的食影獎 我覺得這個獎項 都頗值得參與 在幫我獎項 之後 WNA的 組織都提供了一些 額外的訓練 或者機會給我 亦都更加引申到我 發展到其他的創作 例如她會找到外國的 攝影雜誌 資深的編輯 以及 藝術師 去幫我們看 補充一些 補充一些 作品 或者給我們一些意見 這個是 得獎之後 另一次的創作 叫做 Aniton 我很快地說一說 其實我 當年讀書的時候 看了天安門這部電影 發現很震撼 震撼不僅是那件事 而是震撼在 原來我活了 差不多20年 當年 我是對天安門這件事 是完全沒有印象 我讀中史 讀到中七 叫做拿了師級 一個很難 叫做幾好的成績 原來我對中國歷史 可以是這麼無知 我對這個社會可以這麼無知 這個教育 在教育中了20年 原來我可以 對一件事 或者對其他事情 是完全無印象 我覺得 非常之震撼 這部電影 可以說是我的一個啟蒙 它啟蒙不僅是政治社會 是轉變了很多事情 在去年2019年的時候 坊間有很多放映會 去播放某些電影 我認為當中某些紀錄片 或者是劇情片 我覺得也有機會為觀眾 帶來這個感覺 我就找了一些不同年紀的人 我安排了一些電影 而是它從來未看過 第一次看的 我便找相機 對著它 一個多兩個小時 拍攝它每一個 有可能的反應 你看到我最後選了 例如這幾張 他們看到某些景點之後 有些反應 不單止是哭的 可能有其他更濕透的表情 我去記錄下 我利用某些方法 在同一張照片裡面 放大 在同一張照片裡面放大 就會在眼珠裡面 其實反映到 我的螢光幕 是哪一張照片 當你看過那部電影 其實你會認得 是發生什麼事 是什麼 令到它有這樣的反應 會不會這個電影 這個照片 都可以 看法到它 少許的想法 這個作品 就是關於一些 電影的場景 正好 我們先回來 都幫到我在這一兩年 重新 比較容易去做創作 在我讀書的時候 我會有一些自負 我覺得做創作是很簡單 好像呼吸那麼致熱 可能我 看到一些事情 想起一些事情 很容易將它發展成一件作品 但是 在剛剛工作的過程 我 失去了部分的能力 在近年 我透過攝影 或者 一些方法 我可以選擇這些 我們先不看更多的作品 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意見 先 大家可以想一想 有什麼關於攝影上 或者創作上 其他事情 可以 有些問題 如果大家還沒有問 我就 講一講 一些常見 我覺得會問的問題 你怎樣 作為一個AVA畢業生 你想投身攝影 一般來講 特別在我的年代 攝影的訓練是有的 但都會偏向創作 視光藝術 當代攝影的方便 我知道現在都會多一些技術 或者你 描述一些 審訓的 其實都可以 多一些技術 比較接近 我叫做賺食方面的東西 但其實 都不會是太多的 我認為 而我認為 就算他給你 你都不會 浪費你大學的學分 大學的時間 去學一些 太技術 太基本的東西 這些東西 在很多地方 甚至上網 會學到很基本的東西 所以 我認為 你們 如果想做 攝影 作為職業 不需要太擔心 我不會打燈 我沒有一些器材 其實這些東西 你作為一個大學生 畢業生 我覺得你會有足夠的自學能力 或者你去嘗試 或者你去 報一些實用性的課程 會幫到你 甚至你上網去學 至於器材上 我讀書的時間 也有一個攝影的朋友 AVA同學 他都影響了我某些看法 他其中一個都影響我挺深的 他字眼上不是這樣 他就會說 器材就是用來使用的 就是一個工具 就不需要用來石 特別是一些數碼的器材 數碼的器材 是會很快失敗的 你三年前買很貴的東西 三年後 就算你很疼愛它 很新鎮 其實它都貶值了很多 加上功能上 它已經被追過了很多 所以器材上 大家都不需要很擔心 我是不是要買一些 很專業的器材 當然你負擔得起 可以去買的 但是我認為 你買一些中階的東西 都可以應付到 很大部分 你的創作 或者是工作上 賺錢上的工作 我的看法是怎樣 我的看法就是 十年前 十年前的頂級器材 其實可能比現在的入門器材 特別是數碼 數碼的器材 換句話說 你現在買到的入門器材 其實已經等於或者 已經好過你十幾年前 所買到的頂級器材 所以你不用擔心 這個工具 會不會不夠好 其實已經很好 不用太擔心 而作為職業的時候 你會慢慢賺到一些錢 再慢慢升級 所謂最專業或者不同範疇 特殊的器材 是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是幫你應付 一些惡劣的環境 什麼叫惡劣環境呢 攝影上可能是不夠光 可能是要需要一些很高速的攝影 你需要拍某些工作 需要用航拍 所以你要特地買一部航拍機 你需要拍片 要穩定的 你需要買穩定器 各樣的器材 是幫你應付一些特殊的題材 惡劣的環境 那些你要去處理的時候 你先要去擔心 你一般很障礙的器材 應付到你八、九成要處理的東西 我覺得 這樣 現在2點13分 因為我知道毛毛要 要早一點離開 我想問毛毛你有沒有 有什麼問題 或者要帶回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其實我會有些問題問的 但我會想著 通過了一些同學會問的問題 現在我們開放這個平台 給其他有興趣的同學發問問題 如果你是不想出到聲音的話 你可以在 chat room 打字 去問這個問題也可以 OK 我放在 chat room 在 chat room 按 chat 就會看到一些人 可能會問問題 我可以問 我覺得聲音可能會快一點 直接一點 打字也可以 有嗎 有嗎 有 隨時倒進去 我想 黃家榮 其實也說了 當你做一個攝影師 你打算做攝影師 他不是馬上去想做攝影師 我亦不見得他在我們學校讀書 成績好 甚至乎我知道他好像中學會考成績都不好 但你會發現 這個年輕人 你慢慢看到自己的個性很突顯 但同時間 你會看到 你沒可能想像他去做中學先生 還會用很多他所關心的角度 如何跟一些中學生去交流 在那個教育層面裏面 去服侍一個所謂的知識轉移的整個area 我會覺得就是 之前我們有李玉珊說了 真的做一個中學先生 因為他只是做中學先生 中學先生整個步驟過程 其實是很清晰的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話 或是同學其他人知道 你問Linian拿回連結 其實看到他考慮的事情 他的升職、遞遷 他整個步驟 如何成為一個先生 都是很清晰的 另外就是 我們上次找到Name Yook 他在中學教育中 如何轉職成為一個藝術治療師 而嘉穎更加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是轉移 OK 現在我看到有些問題 不如馬上給別人問問題 是 有問題 你看到嗎? 是 有問題 你回答吧 十年前 其實香港 slash room 都沒有這個概念 你作為一個不打全職工作的人 就算 特別是藝術圈以外 我的同學 我的家人 等等 其實是一個很 怎樣說呢? 很不知你做什麼 即是怎樣? 即是 會不會現在說話廢青 還是 你不做事 那你怎麼賺錢? 你不用生活嗎?等等 那怎樣去裝備自己 我又不會故意裝備自己 正如我所說 我做的工作 可能是賺錢 可能賺錢去支持我其他的創作 也好 旅行也好 一般的生活也好 但是很慢慢 我會累積到經驗或者技能 例如教育上 我由一個TA 怎樣賣累積經驗 或者讀章書 都叫做裝備自己 或者攝影上 攝影上 裡面有很多的技巧 很多的範疇 那我在剛剛太短的時間 我其實 skip 了 都很多的範疇 我不可以說我懂很多東西 但是我碰過很多東西 這些東西我剛剛去學的時候 我要解決那個技術 我要去 解難 我要器材上去 怎樣買 買這個東西 我覺得好像在玩RPG 玩遊戲機 我最初只能夠買新手裝 但是我接了一個任務之後 我得到的錢 可能其中一半 我就可以用來升級我的新手裝 變成高一級的裝備 然後買一些本身不會買的東西 航拍機 新的電腦 燈 各樣的東西 這個可以說是技術上 和器材上 你會自然地不斷去裝備 先回答這個 接著 跟一個什麼 拍攝 在鋒食上 其實都要配搭一些其他的攝影師 那鋒食的攝影師 我也不叫跟 即我不叫跟去學東西 叫做一起工作 你會學到相關的經驗 怎樣接客 代形接物 等等 等等 那 那 你說有沒有再跟一些 攝影師 學呢 有沒有很正式 因為我 進修都不是讀攝影 就算是我剛剛說 一個半年的課程 雖然老師很好 但 我不敢說跟他們學 我會 不叫做 在課程中得到很多的東西 那當然好的老師 大到鼻裡的東西 會是很好的 然後再看看 去到這個階段有什麼目標 那 這個階段有什麼目標 其實回到你們畢業生 或者我畢業時間 其實都是那兩樣東西 我可以放棄所謂的創作 我專心去賺錢 還是我不放棄我的創作呢 在這個時刻 我都不會說 我放棄我的創作 那 我會繼續 會去 用回我的觸覺 我看的東西 去 用攝影也好 或者其他art media也好 去繼續做出來 那當然我也要維生 那我 攝影以外工作 我會有的 攝影的工作 我都會繼續去接 但是 有一個項目我漏了 之前時間所限 其實 剛剛畢業的時候 你接 什麼工作都接 便宜的工作又接 或者剛剛我所講 很悶的工作 Event 也好 什麼都好 你去接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你不甘心做一個工匠 你去做一個 只是扶票客人的攝影師 有時候有些工作 你接得太多 是有毒的 有害的 對於你創作 來說 正如我之前說 那你要控制你所接的工作 你要取一個平衡 賺錢也好 他幫你賺到錢 但是會不會 consume 了你的 性格也好 或者時間也好 等等的事情 先看看 一開始是跟公司做攝影 還是自己接作 我自己這樣看 一來看你做什麼攝影的範疇 如果是我做這些人像 或者是 是 Event 這些 比較難去跟一間公司 去聘請 因為 多數都是 他獨立是一個攝影師 而當 單獨立太大 要多幾個攝影師 就會是 幾個獨立的攝影師 集合起來 一起完成工作 就很少在一間公司 一個主屬的關係 這樣去做 如果是公司形式 可能會是 你當作攝影記者 或者一些 studio 專影人像 分攝等等 這些比較多 會是這個規模 當然還有很多 其他攝影的範疇 在我的範疇 其實比較 比較少是 這樣 由一個 學徒攝影師 去做 在現在這個生態 這就是 技術方面 技術方面 你要做商業登記 你才 要做合法 以及 報到稅 還有一些大的公司 機構 是需要你做商業登記 才可以報到稅 我見了沒有新的問題 我還有準備其他事情 要再分享 關於收入,毛毛也提醒我 特別深想入行 你會擔心收入,究竟能賺到多少錢 都是那句 攝影範疇太多了 不同的工種、不同的客人 的範疇是很大的 我只會說最入門、合理的 太低的不說 我會這樣說 你正如你做其他工作一樣 My工作 你會計算一個最基本的時數 以及你的技能 你認為值多少錢 我拍攝攝影的工作 我拍攝那一刻可能要拍四個小時 我後製可能要用八個小時 那已經是十六個小時 這十六個小時我不是送外賣 我不是去做視影 我是做一些有技術有要求的工作 那你自己拍攝你的市場價格 以及你認為你的獨特性值多少錢 那很簡單地說 我覺得最低合理的要求 你拍照的時薪 要最少接近一千元、一千五元才合理 換句話說 你拍攝一單工作三個小時 你起碼要收到 三千至四千五元 包含後製的時間 才叫做合理的工作 當然這個時間會遞減 你拍八個小時 通常不會直接成達 你會有一個折扣在一邊 你工作的時間也不會八倍 我認為入門來說 大概是你可以參考這件事 還有沒有問題 好 Tim 你好 不過我想這個未必在這裏解答 好 看看Francis說什麼 那未有新的問題 那我都說多一點 那這個問題呢 叫做拍博合 大家如果會做攝影 或者其實你不做攝影 你在ABA這幾年都會遇到的 就是你有某些技能 藝術上的技能 可能是美術上的技能 那你很容易會有人找你做一些 義務或者很不合理人工的工作 那在這裏我就做醜人 使賄一點 教大家面對這些事情 那我就不播片了 周星馳有一個電影叫做算死草 周星馳有一個 巧王 想法很厲害的人 那在一間酒樓裏面 有三個兄弟想找他 找他 想一些巧合 令到酒樓生意好些 周星馳其中一個回答就是 就不想理他們的 那三個很糟糕的人 都知道什麼事了 就說了一句說話 說錢就是雙感情 但是我跟你沒有什麼感情可以 我們都是說錢實際一點 那我們可以用這句說話去理解 那有些所謂義務工作 如果有感情的話 你是可以去做的 這個感情是對人或者對事 如果找你幫忙的人 你是有相對的交情 其實你不需要考慮 你自動會幫他 這些是不用說的 你欠他一個形成 他欠你一個形成 這些你自己去做吧 另一件事 說那件事 那件事你有沒有感情在呢 如果你認為那件事是有意義的 是幫到手的 某些的義工工作或者完成某件事 你的攝影或者你其他的工作幫到手 你亦都無妨你自己舒服 你可以去幫忙 但是如果找你的人 既沒有你認為合理的交情 而那件事你亦都覺得不太關事 那你要懂得拒絕 你接了只會令你不開心 你會嫌錢少 而不沒錢 而不知為何要幫他做 然後做得很積極 我建議大家要 用這句話 講錢相感情 但是我跟你沒有什麼感情可以 講錢實際一點 反過來說 即是有感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講錢 你自己去決定 你要夠膽去說不 我再看看任何其他問題 我再看看任何其他問題 我自己的經歷 我覺得絕對不是一個很暢順 你不接近 也不算很成功 老實說 在攝影的範疇 那都是儘量 你如何維持裝作 又維持到你的生活 所以我給大家提示 你要珍惜你剛剛畢業的時間 你有很多事情可以試 但你不可以無止境 你可以很無理由的 可能 好像我這樣做了 做了一些 好像很無關自己的工作 又或者去了一些 很無目的的旅行 你大可以試 很不實用的事情 你都可以做 但是 只限 我想畢業頭兩三年 另外 如果你想繼續升學 提外話 我覺得 如果你想繼續升學 你作為創作者 去讀相關的東西 我覺得在你頭兩三年 甚至第一年 是會比較適合的 你再退後 就要再退後一點 去到你某個成就 有某個成就 才會比較幫助你 再繼續升學 我自己的看法是 你剛剛畢業的時候 其實你相對只要有 比較少 但是 相對很突出 在同輩之間 突出的作品 你是容易得到展覽機會 賣你的作品 曝光的機會 甚至 Furder Study 是比較容易的 當你拖了幾年 你去做其他東西之後 別人就會看回來 你好像畢業幾年 在做其他東西 你會比較難去做 你其他的 所謂學術上 那你要去做回相對的作品 做回相應半袖的成就 才能夠說服到人 去給相關的機會 或者是升學的機會 有一個問題 Metal徑接觸 Metal徑接觸 我想 我自己最開始 其實 會是 一些朋友介紹 朋友的公司 你做得好 交到課 OK的 他們滿意 其實自然 就會 介紹給 他們的 網絡 其實 這是一個方向 當然 最正常理 就是 建設一個網站 去展示你的作品 讓人容易 assess你 這個世代 其實網站 也不是很流行 整理了都沒有什麼人跟進去 那 很 很常見的就是 一個IG的帳戶 又或者是 你的Facebook 反而是會 accessible 對於現在這個狀態 當然都是視乎你的客人 你的範疇 是什麼 所以我建議大家 你不需要 網頁 你可以考慮 很容易 你們做到 IG Facebook 的 展示 都是可以的 很多新一輩的食店師 其實都 是 會 IG 活躍過 他們的網站 或者其他 Facebook 就是 未有新的問題 我再有一個提示 就是Focus 即使你想做攝影 你試完之後 其實我不建議大家 試太多的範疇 一段時間之後 你要Focus 因為無論你時間上 心力上 甚至好現實 你的器材上 你是不能夠 不能夠 同時做太多的 你拍一份真的東西 又買新的器材 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麼 不同的題材 實在需要的 特殊的器材 可以很貴 很專門 這樣 這樣 我們又看回其他的 未有問題 我又看回其他東西 你同學也會覺得 我剛剛畢業 會想和朋友 租一個Studio 去創作也好 大家有一個聚腳點 產生一些東西也好 在我畢業的時間 都和一些同學 租了一個大約 一千尺火炭的Studio 攝影也是一個我常用的媒介 但其實我發覺 在這個Studio 其實也算大 但因為 和朋友夾的空間 因為我當時不在香港 他最後切割出來的空間 其實不適合攝影 適合攝影的空間是怎樣 經常 樓底要夠高 燈才可以有足夠的角度打到 要夠空曠 燈才可以放到相應角度 要夠深 怎樣才夠深呢 就是 例如很常見 我們拍人像 人要拍全身 你一般不會用一個 wide angle 28-24mm 去拍全身 會穿奔 會變形 你是需要更厚 用一個長一點的焦距 去拍的 甚至你要拍攝 用一個長焦鏡頭 多個距離去做 做一個壓縮 所以在現實的角度 你要租一個攝影studio 特別剛剛畢業 負擔會很大 要夠大 大概可能八百一千尺 要夠高 要夠空曠 現象講 你很難夾到其他 media的同學 他們可能做木工 做一些大型的畫作 你的空間就會比較難夾 這個你要考慮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當你要租一個攝影studio 租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你就要找回夾到的人 還有什麼呢 另一個方法 其實 你可以租一個小的空間 或者你不租一個空間 幫你去想事情 執照等等 就不是做現場的攝影 當你真的需要去做 大一點的攝影的時候 其實你租是會比你便宜 你單日段鐘租 是會比你租 養一個studio 一兩年 說剛才規格的studio 一千室左右 可能要一萬多 一萬多元 一萬多元起跳 一個月 就算你夾租也是一個 相對大的負擔 而你租一個拍到人像的studio 可能大半天會收你二千元 如果你租一個小時的話 大約便宜的話 可以去到三百元左右 一個小時 變相說 你不會天天都有這麼多攝影 你有需要的時候才租 會比較欺利 看錯課 好 我們又看看track room 有同學說去外國進修 當然會考慮 特別是這個時勢 但是外國進修 考慮幾樣東西 除了很現實的金錢 其實我覺得 我想再儲多一點的作品 再成熟一點才去 但也不可以太久 我想給多一年的時間 因為年紀都不小了 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同學 有問題 大家如果有問題 就等一時間可以去問 Lil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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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會不會有些同學 有問題 你可以留下一個電郵給他們 他們可以直接問你 好 我現在check room 打是不是他們都可以 是呀 可以 我留下一個電郵給大家 如果有問題 都可以經過那裡去問 Lillian 我看到同學有問題 我回答一下 是呀 你回答一下吧 是 作為藝術師 應該專精一釀 不要為了招勞而周身到 這個是你的選擇 都是那個抉擇 你要生活 你要有一定的收入 你能夠創作 維持到收入是很美好 而有些人也都願意我捱窮 我願意專心去做創作 我生活得很艱苦 我只是做創作 這個都是他的選擇 要視乎你自己的狀態 你有多想做創作 加上你自己現實的環境 這個我很難幫你回答 我不可以代其他人回答 應該專精一釀 還是要做其他工作 還有沒有其他同學有問題呢? 我再說幾句 我再說幾句 好啊 說得很好 其實你分享了很多 因為這時間很趕 那我可以回頭說這一批照片 這一類的照片 其實去到拍攝這些 叫做 commercial 叫做 牽涉更多人的工作 大家的前期功夫一定要做得很足 即是我沒有給別人 給別人什麼 但我們要做很多前期工作 避免去影響整個工作流程 因為你拍攝一些名人也好 演員也好 他們的心態是他們的時間很趕的 他們來到可能這半個小時 甚至更短時間 你就要怎樣都死碰它 甚至是可能他遇了半個小時 但他十五分鐘 不是說這個人 我正常說 他已經有一些面色脾氣給你看到 又或者老闆 或者其他事情 會令你的感覺是你需要更快 但你現場也有很多問題 要ad hoc解決的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攝影師 無論是這些創作也好 或者你自己計劃 其他創作也好 你前期要做足 例如這一類型工作 一般的心態是做足 做了Mockup Key了圖 去到視察過 實地環境 試了燈 才是給真正那個人下來 去拍的 所以你要做的 前期參考 準備 一定要充足 就不是兩手平平 就帶一些機器 和器材去 這些有問題 我們再詳細談 這些工作流程上 我看到時間也差不多 我不阻礙 Lilian 我看看還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 我交給Lillian 對 謝謝你 機制說得很好 對 還有我記得 前幾年你幫我AVA 幸好是對AVA有感情 對 對 剛剛有一個最小的狀態 教大家如何拒絕 我的客人很多都很好 對 希望大家都有得著 下個禮拜 我們還有兩個 SMA Career Talk 一個就是 星期二就是Emily 她是一個 一個一個 私人工人工程師 總裁 另外 星期四 就有 陳希霆 她就是 HKM的 助理工程師 所以都是很精彩 請大家 請大家 留意E-mail 然後就報名 是這樣的 好 謝謝機仔 大家有問題可以用那個電郵找機仔 謝謝 有了Gmail.com,每天都輸了字 大家認識的Gmail.com 是,謝謝,拜拜